慧能大师在谈经里面讲得很好 他坚信了 向老师无足人活上报告 诸位要知道慧能大师不认识词 没念过书 无足跟他讲金刚经 肯定是讲金刚经大义 半夜三更在方丈时 那我们估计时间顶多两个小时吧 讲到硬无所住而生其心 他就恍然大悟 禅宗里面讲明信建信 建信是什么样子 他的报告很简单 五句话 何其自信本自清净 这个重要啊 也就是自信是真心的 能信能生的 这个万无设法界一真状元 是所现所生 真心能信能生 永远是清净 第二句他说 本无生命 自信是真正的自己 宗门里面所谓是 父母未生前 本来灭不 那是真火 这身是假火 这不是火 本不生命 第三句说 本自居住 何其自信 本自居住 没有丝毫欠缺 用华言经上一句话 来解释他 就是佛说的 在出现评价的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 智慧德相 这就是本自居住 所以智慧 是你自信里的优点 你跟一切 诸佛如来 没有两样 德是德能 是德行 也没有两样 向好 也没有两样 这句话 就是我们这部经 经题的上半段 大臣是智慧 无量寿是德 庄言是向好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 得居住了 不是向外求的 你见信就得到了 那慧天大师告诉我们 绝不是假话 第四句说 本物动摇 这是自信本定 这不是修来的 最后一句说 能生万法 所以将自己的德行 将自体 前面四句 后面这一句 是将他的作用 得用 能生万法 怎么生万法 一念 一念起来了 这一念没有原因 这一念呢 你看大臣教里面 叫他做无名 叫他做无实无名 那无名就是动啊 这一念就是动了 一动啊 他就现下 现什么下呢 一动啊 阿赖也就出来了 那不动 没有阿赖也 阿赖也是妄性 真心 这一动啊 真心就变成了阿赖也 主要知道 这个说话很难讲 大家听话的时候 要听他的意思 别在言语上 起了误会 他真心他不动嘛 他本无动摇 他怎么会动呢 动那就不是真的了 那么这一动 你就觉得他不是真的 他是依 自信 起了一个 一个现象 这叫阿赖也 阿赖也是妄性 妄性是依真心起来的 依真心起来 他不是真心 这就最初的第一年 第一年 没有开始 我说 就是当下 没有过去 没有未来 没过去 他不是真心的 没有过去 感谢观看